直接将总螺倒入网箱之中 朋友们大家好 养田螺找东哥 今天告诉大家 在家怎么用网箱来养着这个田螺 其实养着田螺还是比较简单的 在家的话 利用这个网箱放入10间这么大的总螺的话 它的一年的产量在60到80间 第一步的话 我们得把这个网箱给它立起来 停留住 转发出接下来 点击 achei这种好 一埋さん 打开 转发一下 detection 小学校 丁楼 转发 追 维炙 打开 第二步 到网箱搞好之后 直接四个角落加入这个芋泥 泥巴 我们选择造体泥巴 放入四个角落 这里的泥巴 我们不用加太多 十公分左右就够了 第三步 我们把这些发酵好的牛粪 撒到网箱之中 记住啊 一定要发酵好 这桶的话已经发酵过头了 很多人不知道 这个猪粪牛粪该怎么发酵 发酵是什么样子算最好的 你们现在看 这一堆就是我们发酵好的猪粪牛粪 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 准备好两头牛粪是不能少的 我看这些发酵的猪粪 是因为我真的照顾用 这些人会是什么样子 这个猪粪 这些人会还需要 这样子 我看了 这些人会没什么 这些人会是在这些人会 第四一步,我们用搅把泥霸搅拌一下 第五一步,我们直接放入肿螺 我还跑啊 直接将肿螺倒入火山之中 第七一步,我们直接加水 那么大家也看到了,网香它是堵不住水的 一定你要放在这个深水池上去 第七一步,我们直接开杂放水 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 网香养殖一定要放在这种水深的地方 并不是我这里跟大家说的这种干地啊 这里的话只是为了告诉大家啊,这个布局让大家看得清楚 怎么样去操作啊,放在外面的 其实我们这些网香的话,云子应该选择在池塘啊,小溪啊 还有,还有家里那种排水沟啊,都是一样的养法 最好的啊,都选择在池塘 那么大家一定要清楚啊,这个网香养殖 它有几大要求,第一的话啊,一定要选择有水的地方 不是我这种干地,第二的话,这个网香啊,这里一定要沉底啊 不管你在放入池塘还是放入什么地方 一定要沉底,不能让它寻空 一旦寻空啊,它这个下面啊,都不住泥 都不住泥啊,填了就会死掉 它的水也肥不起来 第三的话,定期土味饲料 这里的话,没办法给大家引试 那么,只是告诉大家,看我往期的视频 可以定期土味饲料 网香养殖它有什么好处呢? 可以放在大型水库里面养 但是,差处在什么地方呢? 那么就是,田螺啊,增长速度慢一点 为什么?它永远肥不了水 你只能靠下面这些发酵的牛粪 多增加一点啊,那么它稀释的为什么就多一点 一定要放入池塘之中啊 这样的话,网香才能花费它最大的作用 你学会了吗?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网香养殖 比较简单,比较实用啊 而且啊,这比较省钱的啊 好了,欢迎大家观看 养田螺,找东哥,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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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